這個我們現在在推動 要希望能夠吸引年輕人回到農村裡面去 那除了之前 這個我們提出小地主大電農的政策 那你們突然間政策轉彎 也造成一些年輕的農民 對政府的公信力也開始在質疑 但在這個時候 我們還有什麼其他的方案嗎 我們有沒有推出什麼其他方案 我之前看新聞主委說 想要補助這個農民他的薪水 至少到這個基本 這個基本工資的標準 這個做法可行不可行 我們怎麼認定他的收入有沒有達到 基本工資的標準 我想我們現在在規劃 特別是在東部地區 如果他在我們一定輔導的規模之下 他的這個收入 還沒有辦法達到 所謂的一個基本的 最低工資 最低工資的話 能不能願意來補助他 那至於怎麼認定 我們會有一個 其實大部分齁 就你所知的啦 這些農民大概都是負債 因為他前年他要去 去貸款 去買一些基本的農機具 如果他的農場要達到一定規模的話 尤其是前幾年幾乎都是負債的啦 這個你也不用說一個一個去算計 大概都知道都是負債累累 這些年輕的農民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如果以前的政策沒有辦法讓他們有一個信任感 或者說多給他一些緩衝期 的話 我們現在在推出新的東西 有誰會願意來配合我們政府 我想齁 還有你們講的農民學院 說這也是要吸引年輕人來瞭解農業 可是我看數據很多農民 年輕人 例如說一個地方他名額只有30個 想要參加的有60個 可是你們也沒有再去開班啊 要再增加人數啊 我們會 我們會從 在各地的改良場所農事所 現在都開始開班 還有改良場 因為對於特定的作物跟特定的這一些工作 我們有開班 開班之後 我們讓他實習 這實習的過程當中 他有一個實習的農場 我們還給他一萬塊的補貼 對我們當然希望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配套啦 會 但是回 回過頭來到年輕農民的基本的收入的問題 再配合政府的政策 想要做更大規模有競爭力的這個耕作的前期 幾乎都是負債的 前幾年 要等到他有一定程度的順手了 經濟規模有競爭力 甚至不斷的改良他的產品 建立起整個行銷系統 我相信這些年輕的農民也都是 願意付出體力 很認真 認真跟學習的 可是他的生活就是 他就是負債 你不用說達到基本工資 幾乎都是負債 他甚至因為現在政府的政策的改變 讓他更辛苦 學本無歸 不過我想這一點 我再跟委員解釋 就是說他的規模 他維持現在的規模 我們是給予保障的 只是新增的稻米 有調整 但是新增的稻米的部分 我們是暫停的 那接下來你們在推的這個 市地市眾 例如說東部地區 你們要三千公斤以上產量的飼料玉米 才要做獎勵 可是你知道那裡的環境 可能生產量沒有辦法達到三千公斤 我們現在已經改良廠 那你們說市地市眾 可能是其他的雜糧作物比較適合 例如說如果東部適合種有機黃豆的話 你們的種子的量 這個我也過去也問過 能夠提供足夠的量嗎 那我們能夠適度的輔導其他的 甚至把整個產業鏈 整個產業鏈建立起來 也不要說一下子量又增加很多 大家東西賣不出去 我們未來就是 你一定配套都要整個產業鏈 小地主大電農當時就是沒有 所謂的自由品牌跟契約 他的契約就是交工糧 所以我們現在的休息地活化 所以沒有把整個產業鏈做出來嗎 像在東部我們種這一個 有一些牧草 在東部地區 可是牧草的量 東部那些瑞穗農場能夠收購的量 也都有限啦 你也知道 他最多 他也只能收購到這些量 那這些量我們一步一步的來 讓他契約化 我是希望這樣 你們推出任何新的政策 整個配套 包括從提供種子 到整個 收獲 收獲 全國的產量 會不會產銷失衡 整個產業鏈 連行銷這個管道 都要做很好的配套跟設計 不要再有其他的年輕的農民 因為信任政府投入 而讓自己覺得 這個血本無歸 他的貸款 他產生很大的一個壓力 生活上面的壓力 這一點我們會 來了解 我們的副主委到台東區的 到華麗區的時候 也跟委員討論過 也有大致有了解這個問題 有了解過 我希望你們對東部的部分 還是因為畢竟 氣候條件跟環境不太一樣 那最後就是 因為真的還是要講一下 看到你們在補助花博 這麼高額的費用 那真的排擠到 其他所有全國各地農民 所需要政府相關 協助輔導跟照護的費用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一個 極度不公平的 一個預算的編列方式 一個活動一次性的活動 就數十億 而且現在花博已經辦完了 還每一年 每一年都還在編列 我真的覺得 極度的不合理 不過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有照顧到我們的花農 這一點 請委員能夠了解 謝謝